大家好 我是山姆梅雷迪斯 再一次为您带来都高斯倍经济日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周一 也就是3月23号的重要新闻发布 首先 格里尼治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2月份 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 由于新屋开工下滑 导致1月份该指数反弹 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2月份 美国乘务销售 1月份该指数滑至9个月低点 3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3月份欧元区消费者新兴指数 2月份该指数出现强劲上涨 共涨2个点 晚间11点将要发布的是 1月份澳大利亚资商会领先指标 12月份该指数持续改善 主要受益于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出口带动 凌晨1点35分将要发布的是 3月份日本初步制造业PMI数据 2月份该指数下滑 触及6个月低点 但仍表现积极 以上内容为周一的经济之力 周二将继续为您带来相关概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